这群士兵先是在道路上缓缓前行 下一秒他们全跑起来 往一栋绿色屋顶的建筑移动 只是没过多久 这栋建筑突然大爆炸 冒出巨大火光 浓烟瞬间窜出 苏尔达尔的战火已久激烈 俄罗斯国防部在13号晚间 宣称完全掌控了这座产炎症 乌克兰则指控俄方制造消息噪音 乌尔双方各执一词 但苏尔达尔的真实战况究竟如何 美国的CNN带观众直击 乌军发射多管火箭攻打俄军 只是英国天空新闻的记者 却这样说明苏尔达尔的战况 天空新闻记者讲到一半 还被突然传来的飞弹炮击声 吓到拔腿逃难 还编标脏话 这已经是他在苏尔达尔 第二次跟死神擦身而过 苏尔达尔的战斗 成为开战以来最血腥冲突之一 俄军吞了大半年的败仗 颇须这场胜利 乌军想要守住恐怕没那么容易 TVBS新闻综合报道